今天晚上就是選前之夜了 藍綠兩陣營通通是選在板橋這邊來造勢 國民黨是選在板橋第一體育場 民進黨則選在距離藍營的會場 只有1.4公里遠的板橋第二運動場 兩邊的人潮加起來支持者至少是有20萬人 一定會在板橋車站不其而餘 選戰最後一里路 藍綠都在板橋舉辦選前之夜 一大走藍營的大看板 已經勾勾掛上寒珠正島輪替 而僅僅相隔1.4公里外的綠營會場 也陸續掛出布條 工作人員都早早就位 從音效到動線全力彩排 但板橋當地就有50萬人口 加上今天晚上湧進藍綠支持者 一共至少有70萬人留 轄區警方有2022九合一大選 藍綠學前之夜的造舍場 只相距300公尺的經驗 這回早早規劃好進場散場動線 出動800名警力在場為安 嚴防任何意外插曲 而搶下凱達戈籃大道的民眾黨 前一天民進黨才在這邊造勢 歷經舞台沿用口水戰 說方廠商協調之下 最後只保留少數主結構 連夜趕工整體搶步 昨天大概留下來就是平台 然後還有那兩根柱子 他們是邊拆 然後我們邊做 那的確是有拖到我們一些時間 但是我們比較阿Q的是說 不要留下滿地的垃圾 這樣子留給我們實在是很不好 選前之夜藍綠白最終決戰 全力催出勝選氣勢 謝謝當靈敏州台北采訪報導